提起马六甲的新春年味,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机场街。 其实马六甲还有一个地方的春节气氛也相当浓厚,那就是马街巴鲁新村。 每年农历新年,当地村民都会同心协力一起布置新村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条梅花街,让人沉浸在一片花海中,吸引许多访客到那里打卡拍照。 下来就带你走入华人新村,感受非一般的年味。 马六甲共有17个华人新村。 其中马街巴鲁、马街巴鲁新村是甲州最大的华人新村。 坐落在亚罗亚野县的马街巴鲁,以客家人居多,所以也被称为客家村。 每年农历新年,这里都会大事布置一番。 从新村的牌楼开始就可以看到红彤彤的灯笼和春联。 另外还有一条梅花街,这条街就坐落在新村的第二路。 今年是这里的村民第15年,用梅花布置整条街。 从街头到街尾大约60颗梅花,使用了3000朵梅花,以去年增加一倍。 就我们在11月中的时候开始就去森林里面砍树啦,把这个树木晒干点啦。 它的重量不会这样种,然后我们是直接都做梅花榜梅花树,榜了60棵。 然后就一颗一颗把种在路边整条村的街道上啦。 我们有一个组织的团队是百人团队,是说大家出来帮忙去砍树啦,帮忙做花啦。 有时间了,年轻人就会来帮忙啦。 通常都在下午的时间,到晚上八点,天气凉,比较好做工。 太热了,每个人都做工,好不容易回来。 白天一颗颗的梅花在阳光的照射下,璀璨盛开。 而在入夜之后,在灯光的衬托之下,更加显得红红火火,喜气洋洋。 另外配合鼠年的到来,在梅花街这里还可以看到20多只的天竹鼠,以戴萌可爱的模样和大家拜年。 因为天竹鼠它会比较特别,就是讲比较少看到有啦。 然后天竹鼠我们现在有23只,有些是在Facebook网名上送的,有些是卖宠物店的人送的, 有些是我们自己买的啦。 因为它吃的比较简单,就讲它吃的,譬如做麻草啊,法兰叶啊,蔬菜之类的啦。 所以它的排泄物那些也不会有臭。 吃东西又很可爱,而且它还毛茸茸的。 而在每年的大年初二晚上,这里更是幻家灯火。 晚上七点,第一、第二及第三路的十字路口会点燃烟花盒炮竹,让回娘家过年的女儿们可以欣赏到天火美景。 除了有梅花和天竹鼠,今年村民还特地邀请师傅,制作了六个大型老鼠雕塑,摆在梅花街入口迎接大家。 Machabaru邀请我特别的设计,所以我制作了六个大型老鼠雕塑。 一是冬的,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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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。 冬的冬的冬春怀旧气氛,可以让大家回味古早年味。 负责人表示,去年初二的访客特别多。 除了村内的女儿回娘家,更多的是外地人特地前来参观。 今年预计也会吸引更多外地人前来。 如果你也想要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年味, 那记得要在大年初二来到马歇巴鲁和村民一起, 过新年,迎新年,祝福大家鼠年行大运。 新年快乐,恭喜发财。